好 歡迎回來第四part的《醫家男女》 阿新 剛才說了吸毒 入監 出監 回到出來就做一份證供 正職 二十二歲 好 但是你的傳奇就未完的 你又好可愛 走去做夜場 是不是 我首先是出來頭幾年做酒吧 做教酒 後來就失業 就做個地盤 然後就有以前坐牢的囚友 她在夜中會就做經理 其實一直都叫我去幫忙做 我們叫做 女人就叫媽媽 男人叫爸爸 其實我沒有特別懂做那方面的事 她說沒有 其實叫我上去幫忙照女兒 照顧那些女孩子 喝酒 喝妹 就不跟其他女兒的伴侶 媽媽又要哄 那件事我就比較少這件事 甚至乎我會叫那時吸毒的那班女妹 吃少一點 死了你 那時就經歷了兩年多在夜場做工作 即是你形容你是沒有女大班 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女的大班 人家叫沒有女大班 我就沒有女的大班 因爲我又不會追女兒去做 想去做事 哦 這樣的 我們就有個疑問 我們幾位小姐就覺得 什麽叫扯皮條 什麽叫母女大班 什麽叫馬夫 什麽叫姑爺仔 她這幾個職能是怎麽分別的呢 你説黃色事業的 譬如説馬夫 譬如説街見到一些馬夫 好像以前古天樂 應該做過 就帶著一些性工作者去馬籃 放下它 接客戴走它 這樣叫馬夫 那若然沒有女大班 譬如你們都可以去夜中會跳舞的 想去跳舞 有人接待你 那只客戴了一間房間 其實不用想一個複雜 只是卡拉機房來的 那只不過是有女兒陪的嘛 鴨店就有兒子陪的意思 那些媽媽生 那麽跟你們的猜妹 寒圈 介紹的妹妹給你認識 這樣 其實是不同的玩法來的 夜中會一定是上去猜妹喝酒 甚至會吸毒的 那若然馬夫就很直接了檔的 那上去就真的是性工作 就是跟她那個嫖客 那麽就開播 做愛 完 那母女的大班就是 說管理一班小姐 安排他們今晚 照顧她 要做什麽 不是我安排到的 那你有什麽客戶的 你上去的 是找這個大班的 那你就帶自己核下的 那一組 譬如一個好看她的一個客戶 帶那些女兒入關房都這樣 猜妹喝酒 那她有什麽下文的 那譬如我們的媽媽就跟她聊那些 那我知道想當年 八九十年代 夜總會是很盛行的 最高峰的時間 那你那時那間就是夜總會來的了 還是什麽 現在通街還是夜總會的 那那時是叫夜總會 夜總會其實都是叫卡拉OK夜總會 我那間就是 差妹喝酒 其實很厲害的 就是玩的多 就是都有幾十間房的 但是就那時又流行 Socke 就是KJR東 那些人都在那些地方在那裏玩的 那這些地方是否其實都是黑社會熟制的 最主要的 那他們拿牌的 是要有回計的 就是正行正業 你的 很高峰的 so call 因爲她的招牌很大的 那當然你說老闆股東是什麽人 我們不是太知道 但是一定有背景的了 我所認識的那些 就是我自己老闆都是的 那你說有沒有看場呢 不用回答了 聽眾都會想到 那一定會有秩序的 就是學校就封紀 班長 那夜總會的都會有的 都會有看場保安那些 有什麽事起上來 就不是講道理的 那你剛才說 其實你沒有什麽經驗的 怎麽樣帶那些女兒呢 其實沒有的 就這樣 你當我有媽媽的 有partner的 很簡單 當你是媽媽了 那你如果有個客人來到 坐在一間房裡的 那你是媽媽的 認識了的 那你出去 帶一個妹妹類似 進去坐下而已 這個不用training 但是譬如我們的崗位 尤其是我 我是負責參與喝酒 我醉好過那個女兒醉 那個女兒醉就賺不到錢 我醉我可以睡覺 我只要出糧 她醉了 因爲她們是 短鐘計的 甚至乎短15分鐘計算錢的 你睡了你走出去就沒有錢賺的 你醉了沒有女兒 大了三年是嗎 前後27至29歲 兩年紀 那最高峰你帶了多少個女兒呢 我要矯正你的說法 其實我們是一隊人的 譬如可能我們六個人的 我們那裡有20個 那就是屬於我們 我們是一隊人做事 大家拍照的 不過我的崗位是老爸 我幫你頂照顧你 那他們又有賺錢 其實大家都在賺錢的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爲什麽拆的呢 是Bowse 我們是月薪的 就是有些 他們就是短鐘計算了 譬如一個小時 當時有500元這樣計算 你那一晚又進了房間 有一個小時就 就有錢 那如果他沒有進房間的話 就不會少收的 當然沒有了 就是你沒有進去照顧過那個客人 或者跟他唱歌、喝酒、聊天 那些只是聊天而已 那你都沒有出現過的 怎會有良出呢 你跟我說 就是那些人上班很準時的 原來 你這麼說 是很多人遲到 因為一分鐘扣10元的 噢 那試過有一個partner 即是同事 叫過萬 聽說 扣了過萬 那話說 你們月薪多少 可以扣了過萬呢 那各個不同 那我只是收到一封 還有那時候也能借錢 可能那個人在賺 公司十幾萬的 都是這樣 那你最輝煌時候 你收到多少錢 我賺得最多錢 我不回答你 最多錢的不是做夜總會 不是出了監之後 我最賺得最多錢 是賺一些骯髒的錢的時候 是的 如果不是賺錢的 就不會做夜總會 夜總會做得迫於無奈 真的找不到工作 但是也要生活 後來所以之後再轉回 不是再做這些偏門 因為喝的也很辛苦 但是你怎麼可以 轉回不做偏門呢 那時候 譬如沒有什麼讀書 法1讀了 法2讀了幾個月 法3讀了10天 我96年的時候 我讀中一的校 因為我打算做社工 到了另一年 剛剛讀完會考 我就去了一個非貿易機構 去做政學 好的 接著就部署 將來做社工 但是對於你來說 讀書不艱難的 應該不艱難的 我成績 我成績 總之一路讀下去 最初就OK 後來我慢慢計算 因為其實就是一分加盟 一分收穫 我計算那條數 OK的 那就一路去了 因為還要工作 我全職上班 一路讀下去 我很開心就 之後完成了我第二個夢想 就是做社工 好厲害 我覺得這個是最開心的 聽到 因為她先前 就是小時候 這麼貪玩 但是她有個目標之後 她是跟著目標去做 It's never too late 我經常都覺得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肥妹 你有一件事不知道了 我告訴你 她第一個 她說她 她本身是很喜歡讀書的 但是她又要自由 兩者自由先走 玩先 是的 她要自由先 否則她今時今日 怎麽只是一個註冊社工 但是我剛才所問 剛才 你剛才說 上學其實都沒有自由的 小時候 到最初的時候是這樣的 你什麽時候才很明白 這個一分加盟一分收穫呢 因為剛才你也有說過 或者一件事 有一套卡通叫做《港之戀金術師》 其中一個 是啊 我喜歡看的 我不是整下看 我有看過一下 不看過一下 等價交換 對 等價交換 也要作出犧牲 對等的代價 就是你要玩 快點做功課 你要自由 坐牢 我的自由 你要賺錢 那你要成監的後果 那我要做社工的 那我計過 就是那時候 24歲才去讀中一 那就是坐牢 學習這件事 坐牢 YP就是要補粗的 有一個叫原地踏步 我想過了 厲害 厲害 原地踏步 如果我24歲不讀中一的話 我到35歲 都是這樣 那我為什麼不玩少一些 就是我上班下班 我都是做其他事情 還有讀野校很沒有功課 不過一樣是考工開始 就是自己靠自己 這樣做 就玩少一些 睡少一些 是不是很辛苦 又 不是太辛苦 但是自己過了直 那時候就行了 還有很有趣 好像玩飛行機那樣 你越來越近 11年而已 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我中一 我報以利瑞伯爺中學 要考中英數 考試 收到順 很好記得 收我讀中一 我很開心 讀完中五 我只有六分 學校不夠升御科 接著我自修了一年 那個八分 剛剛夠讀御科 就去了銅鑼灣另外一間夜校讀書 我收到 很開心 因為御科要讀三年 夜校 我讀了兩年之後 我就報 城市大學的社工副學士 他又一直不回覆我 我就造成雷爆他的蛋白問題 如果他不收我的 我要繼續讀三年 要報那間學校 讀中六、中七的第三年 最終一次他打你 然後告訴我 陳先生 我多開心 是不是收信 我三次收信 其實我都很開心 到最後完成了 做讀員 其實自己是感動的 非常多賣州 但我要急讀十秒 但我等了十一年才完成的夢想 十年前我能夠做好社工 是很感動的 自己 其實是為自己的 可不可以這樣說 有一個成功感嗎 都感恩社會給我機會的 就是給我讀書 讀書 譬如最初讀的野校 其實政府給人家錢的 交給我這麼少學費 野校 到讀社工 我有交學費 基本上全部都是自負刑規的 那些沒有進座 但都有很多人想讀的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人家就算肯伸一隻手給你 給你一個機會 你都要去掌握 你都要握住人家的手 現在我覺得很多時候 譬如 當然了 就算什麼人都好 在社會上面 有人想幫你 有時候他們都未必肯去 抓住這個機會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在你這個case 就很能表現到 人家給你機會 你是有抓得住這個機會 還有你是很堅持的 你真的很堅持 就像你所說 我11年才可以完成了一個 我的夢想 是否我目標 你是贏了你自己 這樣說 或者對於我來說 不要說得這麼正面 你這樣說 而是我 我是不是好勝的 我想做那件事 我通常都會很用力去做那件事 我玩都很厲害的 譬如小時候打爆機 很用心打爆機 就是玩的東西 我都會很用心去完成那件事 再調回出來 譬如我現在 以前的級毒 走樓梯10級8級都腳遠 後來坐牢第二次就喜歡著拍布 到現在我都喜歡 前跑全馬拉松 很辛苦的 辛苦到講粗口的 自己和自己 但是完成那一刻又很開心 很有成功 我喜歡追求嗨 就是吸毒又好 讀書做社工 我不是求嗨的 就是想完成那件事 到跑馬拉松 那種滿足感 就是你差不多到終點 已經開始感動 挑戰自己 就是那種happy的方式 我跟那些人說 真是很棒 等於媽媽都問我 都這麼辛苦 下藝行者 你拍馬拉松 後來有時候懶得沒有跑 你為什麼不跑步 因為我覺得 這個是你這麼習慣 會懶得 但是你要練的 有時候 但是你完成很開心 但是可能 聽眾有一點點 不是很明白 你又說 27至29歲 是在做母女大班 但是你又說 是在回夜校的 沒有中特的 那你怎樣安排你的時間 7點至9點10度 大概 其實我中一 那時候在讀夜俠 同時間 就算我做酒吧教走 到夜總會 我都是回夜晚工的 那就是收放學 就趕去回酒吧 到後期了 因為回夜總會那部分 是再早些上班 要9點半的 那我就要上上課 就要走了 就上不完 就靠自收 那就繼續 那個 Attendance 那就勉勉強強救 因為遲了一分鐘 是10元 我只要 扣了幾百元一晚 那我怎樣生存 其實這個 也都回應 阿珊那個 個人的性格 就是說 只要他 願意去做這件事 他無論多辛苦 他都會去做 他都會去做出那個成績 無論離家出走也好 做 讀到書也好 我覺得他是 盡心盡力去做 他自己想做的事 我又回應回 其實 我讀到中一 我是想做社工 其實我不知道 會不會 沒有想那麼長遠 我開到沒有朋友 我不知道什麼叫社工 剛剛我就下午看完獨家 其實我是懷著感恩的心理題 因為那些是講的 朝陽山十三太保 陳慎智先生 我想當年九六年讀書 就是看到一份報道 講陳慎智先生 他怎樣改變 然後文章裏面講另一位 陳慎智幫他 叫蕭智江先生 兩位都是十大結出青年 就講的是蕭先生讀社工 那我就叮 我又遇到貴人 戴馬茶聖報 記得1996年3月16日星期六 那份報道 我想找陳先生 人家承報又不認識我 我就幫我 真的找陳先生 陳慎智先生好 他找回我 就說我想做社工 那他又找蕭先生 蕭先生跟我通電話 給我賺了兩個字 我想做社工 行古惑 做賊我吃東西 我怎樣做社工 讀書 當然叫我讀書 就是這兩個字 我才會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做社工 其實你應該要很感恩 後來我見過陳先生 很多年代他不認識我 我說多謝你 我今天看 又看到很多畫面 人是很奇妙的 就是一份報紙可以改變了我 之後這麼多年的生活 其實我覺得 如果網友 你現在在聽我們這個節目 有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家裏有小朋友 真的你覺得他現在是 哎呀好疼啊 好有問題 都不要放棄 是 這個很重要 是 父母加入 原來他們的愛 是不會白費的 始終有一天會活出彩虹 沒錯 那你現在就做著賊社工 是 其實回望你過去這個 這樣的生活 你覺得你自己有沒有白費了呢 其實你有沒有半點後悔呢 那十幾年這樣 從十三歲到你二十二歲出牢 你這個問題 我有一次也是做直播電台節目 主持人問我 那我後悔 我突然聲音快答 我沒有後悔的 有人要向前看 其實後悔這兩個字是垃圾 就是後悔對整件事是沒有意思的 對於我來說 有什麼意思呢 沒錯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建設性的 我有內疚 我有愧疚的 但是我是沒有錯學法 向前去 forward 所以人生呢 都是自己的人生 你要怎麼過 都是你自己去面對 不會有人跟你去面對 但是這個過程呢 如果有家人的在 在支持 在身邊 那它面對的就會更加容易 還有我都見到另外一樣的就是 阿森經常都說 不要想到 不要說到它這麼偉大 其實就是 它有一件事是 帶到給我們知道 就是每一件事都有方法 就是如果你有 你想到一個目標 你總有一些方法可以去完成 它正在上夜場 都可以讀夜校 是不是 有頭髮 就有辦法 未必一定解決到 我未必一定 我是可以做到 其實當我即使 社工不收我的 可能我讀多幾年書做不到的 那我既然是有心 就想服務回社會 因為那時就這麼想 我捱過窮 又病過 又早死爸爸 又坐過牢 就是都算是辛苦 那我的很膚淺的概念 就是社工就幫人 現在知道社工不是幫人 我出糧了 同行 要同行是很重要的 等於我媽媽和我同行 出來之後 又身邊知道我 又按得坐牢的 不要緊 是朋友 自然想 會不會人家會介紹我 有這樣的故事 後來自己人大了 成熟就想 不要緊 人家不一定要接受你的 接受的 就好 不接受你的 那就有去 團分而已 是嗎 是啊 未必是其事 但他覺得有得選擇 為什麽一定要 不跟他做朋友就是其事 還有我們做更新人時營 我們都說 或者介紹開門姐 你起碼都要面對到自己 自己面對不到自己的話 你任何都不用面對 那你接下來 又有些什麽 很想做的呢 有件事 說了很多年 剛才說 其實很想玩 抹槍 這件事比較差 就是我這麽多年 怎麽自己就沒有去玩 甚至乎我去露營 見到人家飛下來 然後說 多少錢 三萬多 當然你玩一次 不用去學 都不用 剛剛我看Facebook 見到我 有個女士來的 她都是病患者 後來見 哇 她就說有人 Facebook 有一班機場特警 背著她上山 然後她的椅子 就說教練飛了出去 那一刻我好感動 然後我就馬上 剛剛這個問題 想 我死之前 一定要玩這件事 不是我人的 現在都很多朋友 會去台灣 香港都有的 香港都有的 他們有這些訓練的 都是負擔得到的 是負擔得到的 不過硬是自己沒有自己心關 會不會有家人 有牽掛 即你現在的家人 家人的情況是怎樣 沒有 和媽媽相以為面容 這麽多年 大家很享受 我媽媽都說 覺得是賺一天的 我們沒作當下 好 這樣都很好 阿新是很正面 還有他很有一種堅持 你見到 其實不容易的 就是你出牢 你拿著一個這樣的學歷 去怎樣成為一個社工 其實經過路途 真是很困難 我覺得接受自己很重要 是 沒錯 所以剛才說 阿新說了兩句說話 就是翻身和那個 那看見到 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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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痛苦的 但轉身都很辛苦 劉青雲先生 厲害 沒錯 真是 那我們今天 今天那個 都差不多時間了 對 那我們今集 就已經差不多時間了 我們很感謝阿新 今天過來做我們的嘉賓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其實阿新背後還有很多故事 我們唯一日再請阿新上來做我們的嘉賓好沒有 好 好 我們又好了他沒回答 我們說好 不是呀 我們又說出我們很想做的事 好 多謝各位主持 拜拜